进香司中 贺家被灭门 只留下贺九龄 贺九龄的处境很艰难 荣誉的小叔总是为难他 要他收起打打杀杀的小心思 要好好学会做荣家的媳妇 如果荣誉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那都是贺九龄的错 一次荣誉掉进湖里 小叔直接家法伺候 打得让人心疼 可荣誉一点都不知情 荣誉只是想为贺九龄过一个深沉 一开始贺九龄也以为荣誉 掉进湖里是胡闹 怪他总是惹是生非 让人操碎了心 可是当展平解释了之后 贺九龄心软了 原来荣誉做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让他开心 在失去爱他的家人之后 贺九龄在荣誉身上 总算感受到了温暖 但他忘不了家人的仇恨 他和荣誉进宫 想查一查到底都有谁 害了贺家 而此时 年幼的皇上也想见他 于是皇上派一位太监 故意用茶水打在贺九龄身上 然后借口说 公主有请 实际上是想要贺九龄单独见面 皇上一见到贺九龄 就说 父亲病重这几年 一直重信占星馆 什么都听龙将的 什么都按照他的意思来 为他大兴土木 建造占星馆 招揽天下术史 龙将几乎一手遮天 父皇病故后 我以为远离了龙家就好 可这朝中虎狼环似 走了龙家又来讲家 忠有侯虽然是我亲舅舅 但其我年幼如今的嘉陵 又几乎成了他的天下 兵服兵马都为他所长 他们那帮人还费尽心思 灭你贺家 我空有地位 却什么都做不了主 还要装疯卖傻 对他忌惮 所谓唇王齿寒 接着皇上对贺九龄抱歉 对他鞠躬 说没能保住贺家有罪 可却无从赎起 并说他这个帝王当的窝囊 还说要他当将军 要把整个嘉陵托于他 贺九龄很纠结 此时他必须谨慎 他清楚 以自己的能力 又何德何能 让皇上如此信任 还记得荣誉 劝说过贺将军 千万不要去南疆 要不然功高震主 恐怕引来灾祸 说到底 也许就是帝王 想要灭了贺家也说不定 如今 小皇上这一番说辞 看似毫无破绽 可是 看他的心思 也知道他在折服 也许他想扶持贺九龄 就是让他牵制另一派 自己 则能高枕无忧 贺九龄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单纯的人 他必须想清楚 该如何做 也许贺九龄为了报仇 会答应皇上 毕竟 这是能报仇的最快方法 他 接下来 他 他 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